韩国漫画家的最新作品,命名为朝鲜王室神话,对于每一个人物看起来都特别熟悉,作者解释说,韩国,日本和越南神话中都有中国的神灵,没有一个国家对其拥有所有权,好吧,五角大楼以后就不能拥有驻韩美军的所有权了,呵呵呵呵呵呵,不知韩国朋友下一步还想要什么呢? 韩国画师用迪士尼公主偷衣服穿,紧服化里偷走的东西数不过来,再次刷新人类底线,很多东西他们绝 Bapt山池都找不出意见,柯南来了也无法解释的作案动机,真不知是可恨还是可怜? 发现了春节时 龙宇宙大国用过气游戏偷窃汉服元素的视频 利用各种有名的IP来盗窃文化 是他们的传统记忆 评论区的人仿佛看不见那么明显的汉字 还一口同声的法屋 我们抢了他们的文化 也不知道是真的不识字呢 还是言作人的道理都不懂就故意偷呢